一群来自台北、东吴、镇大、师大、北科大等多所学校 约50位的教师及志工 来到南投中辽山区种下茅室、丰香、肖南等树种台湾原生树种 希望后代子孙也能看见南投的好山好水 校法人称台湾树王来北原种千年树的精神 由发起人东吴大学教授翁尼他不仅自费种树 并广招众人加入行列 且今神灵人赶佩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民众投入 共同为赵林努力 希望这棵树透过我们种下去之后 可以一直守护着这片土地 然后让这里的平林溪的水源水位可以高涨 可以在未来提供很好的水土保持 跟这个生态的多元丰富这样子 今天来了将近五十位同学跟老师 还有有型人士大家共同在这里为我们未来来做广子事务 那因为翁老师他是就是私人而原地 所以他自己掏腰包来重视 甚至于找更多人来协助来共同来关心 所以这种一级我们非常感动 副县长陈振生协同重要乡长张永辉 以热情参与种树活动 亲手种下苗木共同为守护山林 爱护地球尽心力 我相信以荣威处目前的整个苗木来提供 应该绰绰有余 所以我们非常乐意见到这么一群热心的人士 来到中辽厂广直思目 希望未来成年之后 大家可以来享受一下森林的乐器 甚至于也对他们重视的辛苦 特别表达敬意 泽安副县长表示 县佛推广植树造林 爱护环境不遗余力 每年透过办理植树活动 为南投种下不少树木 非常感谢来自各界人士共同参与 为拯救地球尽心力 翁教授指出 此次已经是第十次来到南投 他们并学习赖背缘 不砍伐 不买卖 不传指的态度 希望种下的树 能够一直守护棕疗这片土地 让当地生态更加丰富多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